特斯拉宣布將自主照修 超過四十七萬五千輛車 消息一出 讓特斯拉三十號的股價下跌 大約百分之一點五 而美國的國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表示 特斯拉這回將召回三十五點六萬輛車 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二零年所生產的 Model 3車款 要解決後世鏡頭的電線問題 另外還有十一點九萬輛 Model S 這是因為前引擎蓋的開關 瑕疵必須要咒修以免發生危險 不過特斯拉目前尚未接獲相關問題 所引發的車禍或是傷亡事故